嗨,大家好,我是若思石金霞 哎呀,我们真的是 我们这个时代啊,每个人在这个时代 我们可以说,都挺幸运的 对,大家呢,就是调整一下心态啊 这个,我们见证历史吧 人怎么活都是一辈子,对不对 你说,你生活在一个风平浪静的这个时代 过一辈子呢,也是一辈子 然后你在一个呢,这个 波鬼云爵的时代,动荡不安的时代 那也是一辈子 咱们现在呢,你也没办法 主要是你没有办法这个改变啊,逃离这个时代 所以呢,你就要改变你自己的这个 改变你自己的认识啊 用这个 陈国老师的话说,是吧 你得跟黑暗和解 所以我们也要跟这个时代和解一下啊 怎么和解呢,我们得想 哎,这样的话 好歹我们的一生啊,多经历一些 多见一些活久见呀,是吧 那这一辈子真没白活 什么都经历了啊 真的啊,你想想啊,比如说我们70后啊 这一代,我们经历了这个 如果你的记忆啊,这个保持的比较 早的话,你像我就是记事比较早 我就记得这个当时 这个,呃,呃,什么事呢 就是,呃,应该是,应该是那个,呃,林彪 林彪的事,我就有印象啊 呃,这个,这个印象是,是什么 当时我上学特别早啊 我,我四岁就去学校 就去那个,学校里就去上那个幼儿班了 然后我记得特别特别清楚 啊,呃,就是,呃,就是那个,呃,在,在,在学校里 然后老师,那个墙上有很多人的那个,那个,那个,那个 画像,是吧 然后有一天老师进去 就上去把一张,一张像 就,就这个,呃,接下来,啊 接下来卷吧卷吧 然后我当时就在那看着 就觉得这是一件很重要的事情 啊,这个,这个镜头 我就一直记得啊 一直记得啊 在那个,呃,旁,在那个 那个时候还是土炉子啊 在那个大教室里啊 然后我们那时候上学都要 自己带这个,呃,带,带桌椅啊 都要自己在学校 都没有那么,没有桌椅 我们都要自己带的 哎,我就那,对那个情节啊 印象特别深 这个是没有任何人跟我讲 是我自己记得的啊 呃,那么然后你看 我们还经历了什么呢 就是,然后 这个,啊,把这个私人帮打倒了 是吧,啊,改革开放了 啊,然后呢 计划生育开始了 哎,我记得我当时上小学 呃,四五年级的时候 让我们这个学生们啊 这个去游街啊 然后呢,宣传口号啊 这个计划生育好 一对夫妇只生一个孩子啊 就是,我是那个 一直都是去游街 喊口号那个领着的啊 当时老师让我 让我把这个口语 这个标语口号 这个,这个字条给我 让我读 然后,难以启齿啊 我这,这啊 我,我怎么读得出来呢 是吧 哎呀,我就张不了口读不了 嗯,这个我也是印象特别深 然后老师说 换一个人 然后换了个男生 然后说,你想都也不让你读了 这个,这个我印象特别深啊 这个,这个是 这个应该是当时我 十岁或者是九岁的时候 再后来这个 我们就看到了这个包产到户 哎呀,那个时候啊 那真是 方心为爱啊 啊,地都是老百姓的了 什么家家户户啊 这个也有余粮了 是吧 哎,开始呢 能够买卖东西了 啊,然后呢 就是可以呢 穿新衣服了过年 然后吃点好吃的 哎呀,那真是啊 这个,万物 万物都兴盛啊 我就 仍然记得很清楚 那个时候啊 村子里啊 那个车水马龙 那个热闹啊 热火喧天 然后那个大秋啊 收了各种各样的庄稼 是吧 然后特别是那个 我们在山上啊 然后 就要擦那个红薯 我们要用那个 那个就是用手这么擦擦擦 然后把那红薯擦成片 然后完了之后 一片一片的晒在山上 等到红薯晒干了 啊,然后装到舵里 哎呀,那时候还有打芝麻 收高粮啊 白玉米棒子就更不用说了 哎呀,那时候 那夏天的时候 都要去翻红薯秧吧 啊,把那个红薯秧翻过来 翻过来 那我经常要去干的农活 哎呀,那还有摘棉花 哎呀,摘棉花 那个拿棉鳞虫 哎呀,然后就记得 跟我妈一起去摘棉花 然后腰上围个包袱 然后摘了棉花 放到包袱里 然后地里边 每隔一截放一个 这个蛇皮袋 然后把那个装满 包袱装满了 把那棉花放到里边 那时候我妈种的棉花 都是全村最好的 啊,真的是 我妈种的庄稼 是每一块地啊 长出来都是全村最好的 可以说 哎呀,真是我妈 就是一个在弄大土地上 写诗的一个农民啊 他特别 特别擅长这个农业的劳作啊 我不行 我就跟着打混 哎呀 然后呢 就开始呢 就是有各种各样的 这个乡镇企业 乡镇企业就 像雨后春笋一样起来了 与乡镇企业一同起来的 就是还有啊 各种各样的文学社 我那个时候 都已经读初中了啊 开始给很多文学社呢 投稿 啊 然后那时候呢 什么八七版的《红楼梦》啊 也开始呢 就是每个校园里 都是他们的 这个明信片 哎呀 然后呢 那个时候 我爸爸和我叔叔他们 还办成立了一个 三兄弟的电影队 然后呢 到各个啊 五乡八村的啊 然后呢 去放电影啊 但是很辛苦啊 但是呢 真的是那是那是一股文化的这个清流啊 露天电影院啊 那我真的是太熟悉不过了 然后 再后来呢 就是哎 这个 人们的生活变得越来越好 是吧 什么万元户啊 是吧 再后来呢 就是开始 这个开始有这个下岗的了 是吧 哎 然后呢 开始有这个商品房了 啊 人们开始买房啊 然后呢 慢慢开始贷款买房 然后房价啊 逐渐攀升 逐渐攀升啊 然后呢 啊 这个工作也都不包分配了 然后要自己找工作啊 下海就成了热瓷 然后呢 人员的这种自由的流动啊 然后出现了农民工啊 出现了高楼大厦啊 各个啊 然后慢慢的啊 从啊 安装固定电话 然后到呢 什么有PPG 是吧 然后呢 到开始用大哥大 然后开始用手机啊 小灵通啊 然后慢慢的啊 那一开始都是平板的 后来有翻盖的 然后有音乐手机 然后后来有智能手机 然后电脑啊 然后呢 这个啊 这个呃 手提电脑啊 然后啊 然后那个时候 3.5英寸的软盘 是吧 然后到后来出现U盘 硬盘 哎呀 对 然后呢 就出国了 像我们这样 像我这样的 一个从农村里长出来的 啊 一个小山里的丫头啊 也出国了啊 然后自己的孩子啊 也出国留学了 哎呀 然后呢 我拿到美国绿卡了啊 然后新 然后新冠了 是吧 封国了 哎呀 然后呢 现在呢 哎 经历了这样的一个大时代 你看看 这一辈子没白活呀 真的没白活呀 是不是 哎呀 所以呢 这一生啊 想想 还有什么没经历过 所以呢 历史的车轮 要倒转一下 哈哈 哈哈 啊 要把你之前没有经历过的 那个 那个补上啊 之前没有经历过 没有 没有经历过那种啊 这个 呃 关山阻隔 亲人难以相见 是吧 现在正在经历 啊 那么没有经历过呢 这个 战争 是吧 但那个时候 曾经经历过 算是旁观吧 就是所谓对月自卫反击战 那个时候我刚上初一啊 然后我们人人都要学习啊 哎呀 也经历过大屠杀 是吧 六四 是吧 1989年 那个时候我上高一 哎呀 那差点被开除 哈哈 嗯 哎 然后呢 现在呢 我们在经历的是什么 哎 我们见证了啊 公私合营的第一波 是吧 什么马云 什么刘强东 是吧 什么这个那个 是吧 啊 什么什么 这个范冰冰 什么威亚 是吧 哎 通通的通通的 你们这个好日子都到头了 别蹦的了 是吧 啊 那么我前面说了 说不要想着上海的疫情结束 是结束不了了 啊 很多人可能觉得我危言耸听 啊 然后我之前去年也说过 你看到了吗 全国合作社啊 统销啊 统购啊 这个会会退回去 退回到人民公社时代 退回到这个大食堂啊 大跃进大链钢铁啊 那很多人当时都不相信 现在你看这疫情文化大革命是不是已经很有那个味道了 是吧 哎 高速路都疯了啊 然后呢 这个所有的这个菜场什么商场全都给你关闭了 是吧 哎 你不能自由的去买 你必须得买统一的啊 自由的买便宜是吧 统一的买贵是吧 自由的买这个啊 那怎么那怎么行呢 那不能失控啊 是吧 哎 那么可能你一直觉得啊 我是老师 老师是危言耸停 那么现在你应该看到啊 你应该看到这个新的文件了啊 这个新的文件呢 是这个2022年3月25日人家就已经啊把这个意见就出来了 然后呢 在新华社北京4月11日才向面向全国发布啊 人家从这个意见完稿到发布还有一个时间啊 那么现在发布真是正当其实啊 哈哈 那这个文件啊 叫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加快建设全国统一大市场的意见 哎呀 这个文件呢 充满了大词啊 充满了看起来好像是废话啊 文件也挺长 我就不给大家读了 大家 他已经全网在刷屏了啊 你自己去看看就行了 我相信你们很多人可能都都都看不完啊 但是其实很简单 一个关键句就是全面推动我国市场由大到强 注意啊 这个市场由大到强啊 可不是让市场自己去由大到强 啊 他是呢 这个他是他开头这么说的建设全国统一大市场是构建新发展格局的基础支撑和内在要求 为从全局和战略高度加快建设全国统一大市场 先提出如下意见 他呢 戴了个新的面具啊 穿了个新的马甲 你不要就不认识他 不认识他了啊 这里边的所谓的新发展格局 是吧 所谓全局和战略高度 所谓全国统一大市场 最重要的一个词 就是统一 啊 最重要的一个词就是统一 我们看看他的工作原则 他说要立足内需畅通循环 什么意思 提炼关键词就是内循环 内循环不属不陌生吧 是吧 所谓的内循环就是 不在乎他不在乎外貌如何如何了 所以你不要再在你替他担心了 说他不考虑经济吗 不考虑民生吗 他不考虑 只要内循环就够了 看看朝鲜 弹丸之国 人家内循环啊 人家金家的王朝 可以啊 一代一代传下去 对不对啊 全国人民养着一家胖子就够了 啊 所以呢 你看你960万平方公里 搞内循环 从东到西 从南到北 你看看如此地大物博 如此物产丰富 有13亿韭菜 割了一茬又一茬 然后还要生三胎 他这个内循环 这个红色的江山 是吧 那真的是可以千秋万代的 可是如果国门一直开着 保持这个通风系统 就不纯洁了 明白吗 所以你不要再不要再从幻想了 说他为了不毁掉经济 也要考虑民生 错了 经济民生不在他考虑之内 政权的固若金汤 传到千秋万代 这才是考虑之内 只要能保持政权的稳固 那么死掉10亿人都不在乎 明白吗 就死掉10亿人 还有3亿人呢 3亿人也够了 所以他现在实际上 这种疫情的次生灾害 我们知道我们老弱病残 死了很多 是吧 都不允许爆出来 但是我们可以用常理去推断 这不很好吗 站在他们的角度看 这不很好吗 这不甩掉了包袱吗 这不更有效的增进 内循环的健康发展吗 所以你要理解他这个原则 然后还有一个原则是 力破并举完善制度 要压差推进统一市场建设 坚持问题导向 加快清理妨碍 废除 加快清理废除 妨碍统一市场和公平竞争的 各种规定和做法 破除各种封闭的小市场 自我小循环 比如说像上海 你还想建个独立王国 是吧 比如说某东是吧 某宝是吧 某团 你们还想独立于这个国家的掌控之外 都会把你们团灭 没有任何人可以建立一个独立王国 可以不被大一统来控制 所谓力破并举完善制度 要立的是什么 要立的是全国统一 一盘棋 另行禁止 统购统销 统一价格 你不会再有 很快你就不会再有什么私营业主了 是吧 那你就都是 到点上班 到点下班 该月发工资 所有的人 要买什么给你发票 这很快就能实现的 甚至都不用发票了 那不是那个卡 是吧 扫码 你刷脸 然后电子货币 这都是配合起来的 到时候电子货币 你发的工资全都是电子货币 这个货币 这点钱是用来买鸡蛋的 你买不了别的 那么这个是用来买牙膏的 你买不了香皂 所以呢 都是给你固定的 你买什么用什么币 买什么用什么币 这个很简单呢 操作起来很简单呢 那这种有 这种就是力破并举完善制度 要破的什么 要破的是私 你到底是姓公还是姓私 是吧 你到底是姓赦还是姓资 是吧 要立的什么 要立的天下为公 大一统 然后呢 这个制度很好完善了 是吧 那么有效市场 有违政府 这个原则更好理解了吧 有违政府 老子曾经说过 治大国如烹小鲜 是吧 就是不要乱翻 不折腾 是吧 但是有违政府 那就是什么 那就是 要 要折腾 要折腾 这个顺时针转了 逆时针转 然后踮起来 再颠 是吧 这一锅呀 这一锅大锅饭呢 就成为有效市场 这个市场啊 就是市场化 法制化 是吧 这个政府的这个政府的啊 推进 是啊 一步一步都推电好 都铺垫好了 你现在 所有的人 大数据都掌握你了 你的一言一行 一举一动 是吧 除非不想查 一查一个准 对不对 那么你 你以为这个疫情的流调 人家是吊着玩的 是吧 所有的这些 你以为一次一次核酸检测 是捅你嗓子 捅得上瘾吗 是吧 你所有的数据 想想奥威尔的1984 Big Brother is watching you 这个我们就不一一的解读了 这个东西啊 大家掌握好他这个原则就OK了 啊 了解了这个原则就OK了 你就你就都明白了 你就都懂了 那么这样的大市场啊 这样的大市场 这样的大统一 是吧啊 这样的大内循环 会给我们带来什么呢 会给我们带来什么呢 很简单 很快就会给我们带来 大贫困 大饥荒 大苦难 历史啊 中国的当代史 是吧 大家看一下 50年代 吃打锅饭 大跃进 是吧 这个 然后呢 60年代 大饥荒 然后呢 这个 60年代中期 66年 大革命 是吧 所以呢 它是会 已有的事 已有的事 还会再来 正在发生的事 已经发生过 太阳底下 没有新鲜事 这都是圣经传道书里面 说的啊 白纸黑字 写着上帝 已经告诉我们了啊 那么 从理论上呢 也是有论 有理论依据的啊 诺贝尔经济学奖 得主啊 阿玛蒂亚森 他呢 曾经研究过饥荒 然后他就有一个这样的一个阵容发聩的结论 大家思考一下 阿玛蒂亚森说 现代社会的饥荒 几乎没有一次是食品短缺所造成的 就是说在现代社会 发生食品短缺几乎是不可能的 就是啊 就是真正的食品短缺啊 那么都是来自于政治 那么这都是来自于政治什么意思呢 就是说都是来自于控制 都是来自于控制 在现代社会啊 一个人如果他能够拥有食物交换的权利 拥有生产的权利 拥有劳动的权利 他拥有获得的权利 就他会拥有那种啊 这个免于匮乏的自由 免于恐惧的自由 免于这个什么什么的自由 他拥有这几大自由的话 他就绝对不会导致饥荒 比如他有迁徙的自由 是吧 他有我要种什么不种什么 我要我要卖什么不卖什么 我要买什么不买什么 是吧 因为市场 它是有一个看不见的手 在那里调节的 大家也可以去看一下 哈耶克的通往农艺之路 是吧 那么他有这个看不见的手 他会自动调剂这个供需的 然后就会形成一个活跃的市场 一个流动性的市场 这是一个健康的市场 可是 只要大政府来管起来 把市场剥夺了啊 实行配给 要打破呢 这种自由啊 然后进行统一 实行大统一 那么这个过程中啊 这个资源的交换呢 就是非常低效的 那么然后你就会出现什么现象呢 就是 那边菜烂在地里 那边奶倒在河里 是吧 可是旁边就有人饿死在家里 这种事情啊 在 现代社会 就是啊 二十世纪 在二十世纪 是在很多个社会主义国家都发生过 这几乎是所有社会主义国家的一个通病 都发生过大饥荒 人为 人为的啊 或是政府主导的大饥荒 实际上呢 在二十一世纪 像朝鲜 对吧 仍然还在发生 那么 非常不幸的是 我们会发现 在中国 我们可能也要经历 这个可能性呢 百分之九十九 哈哈 嗯 所以你说 你们说可能 十二十年那为什么还笑得这么灿烂呢 是吧 嗯 我笑得这么灿烂 是因为我爱说爱笑 那你怎么办呢 是吧 不是因为我已经离开了中国 啊 就是我虽然离开了 但是你们还在 我的同胞 是吧 哎 我的家人 亲人 朋友都还在 那怎么办呢 是吧 啊 所以大家真的就是要调整心态吗 调整心态就是 嗯 你要调整好自己的心态啊 就是什么呢 嗯 我们人生就多一些经历嘛 哎呀 我们这样 啊 这个不白活嘛 啊 你只能这么办了 你只能这么想啊 是吧 那么还有就是呢 你有路就赶紧啊 赶紧去找路 能跑呢 你就赶紧跑 是吧 哎 能跑就赶紧跑啊 这个你不要等到时候 你最后只剩下偷渡一条路了 是不是啊 如果实在跑不了呢 最好呢 嗯 在心理上做好 做好心理准备啊 那我前面说过了 家里准备好一些书籍 经典书籍 啊 然后如果呢 能够啊 搞个搞个这个 就是说你在农村有老家 是吧 啊 父母啊 有老家 老房子老弟啊 这个别卖了 是吧 啊 到时候实在不行搬回去 然后自己准备点这个子种啊 是吧 然后自己种点东西 是吧 那你看 自己家里啊 这个种点韭菜 什么种点 种点啥的 是吧 那 哎 我也不知道有什么好建议了 真的 就没什么好建议 只是想想啊 这是瞎说吧 嗯 这 能走就走 抓紧时间 不要留恋 如果实在不能走的话 还是那句话 相信神 那有人可能说 我不相信神 神为什么给我们中国这么多的苦难 如果真有神的话 说句 硬心长的话 也是实话 实话很多人都不爱听 但是真的是实话 中国人所遭受的苦难 回看历史 大家好好想一想 真的是旧由自趣 所有经历的这些苦难 其实 要看 好好地读圣经 读旧约的话 你就会理解 上帝在管教中国人 还没有进行审判呢 是在管教 上帝是在管教 所以说 如果有更多的中国人 能够能够不再行恶事 什么偶像崇拜呀 是吧 什么彼此互害呀 去行那么多违背世界的事情 贪恋别人的财物啊 做假见证 向害人啊 等等啊 那 上帝的管教 会在中国人身上发生作用 有更多的人认识神 归向神 为 这个民族 苦难深重的民族 向神 忏悔 祷告 祈求 主耶稣已经为我们上了十字架 已经呢 为我们赎了罪 但是你一定要认识神 你认识神 你才会列入到那被赎罪的行列里面 这话真的 可能 没有信仰的 这个同胞们啊 可能听着很怪 如果你真的想了解的话 我说 石老师父怎么会突然 说出这样 类似于咒诅的话 这么无情 绝情绝义 对自己的无辜受难的同胞 竟然还说这是一种管教 是吧 就差说这是审判了 还没到最后审判的时候 应该是 这是神一直在管教 一直在管教 管教就是在给我们机会 如果你不相信 你试一试花几个月的时间 两三个月的时间 听一听我讲的圣经 从创世纪开始听 创世纪 出埃及纪 立位纪 民宿纪 生命纪 我们现在已经讲到生命纪 马上是生命纪第21章了 真的你听一听 你就会懂了 如果你不认真的读圣经 你读不懂圣经 你可能不能理解我刚刚说的话 如果你想拯救 拯救你自己 拯救你的孩子 拯救无法出埃及的你们的整个家族 拯救在水深火热中 即将被拽入深渊的你的同胞 真的你去听一听我讲的圣经 花几个月的时间去听一听 每天如果你每天听个集讲 就花不了几个月的时间 然后你就知道你该怎么办了 你就会像我一样 面对这些 就会比较淡定了 你就不会恐惧慌张战惊了 真的 你就有信靠了 人的尽头是神的 开头 相信我 爱你们 愿上帝祝福大家 哈利路亚 感谢观看